中共两会来临,北京安保已经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不仅对民众实施严密审查,北京地铁严查身份证,连搭乘火车也要二次安检和实名认证,访民被阻止进京。 异议人士被骚扰,访民被解访,北京禁低慢小航空气。 中共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将于下周在北京举行,当局草木皆兵。 2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发通告称,从3月1日开始,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气,进行各类体育和广告性等的飞行活动。 另外,从2月23日开始,所有进京的车辆必须持有进京证,否则一律被遣返。 消息显示,北京、福建和山东等多地的异议和维权人士,被当地警方严密监控,有的被软禁,有的被旅游。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于周二,27日,在海外X平台发文表示,进入两会时间,住在北京真是不堪其扰。 27日,北京各区国宝同时出动,打电话的打电话,上门的上门,原因是阻止北京敏感人士,与施家庄一位异议人士聚会。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访民进京上访,尤为艰难。 警察大量拦截访民,并通知各地驻京办前来领人。 还有访民称,国家信访局几乎没有人了,那里到处是解访人员,访民已很难进入。 2月20日,上海访民毛恒丰、丁菊英、张慧先三人被北京警察留置后,交给上海驻京办。 他们都因拆迁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一直在上访。 福建访民陈女士,平常也拦截,这一次更多人,因为大家很多人冲着两会去嘛,就更多人被截回来了,被打了。 山东访民孙爱荣,解访得更加疯狂,我们群里都好多好多,全国各地都是那个样,要不然就看在家里,出不了门。 如果出了门,到了北京,有政府在那里的工作办的人员,再不然,他们雇用北京的黑社会,黑保安,暴力绑架回地方。 陈维明,因为他,中共现任当局,是一个独裁者,他不是人们选出来的,所以说,他对于这种事情的防范,肯定会增加,保护他的独裁政权的统治。 大陆火灾不断,临近中共两会,北京火灾四起。 2月28日,北京珠江地景小区移动居民楼起火,底部建筑冒出浓烟。 据现场目击者表示,着火时间大约是在14点左右,现场浓烟滚滚。 公开资料显示,珠江地景位于朝阳西大望路甲23号,占地3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 仅邻城市主干道西大望路和广渠路,距离东三环600米,东四环800米。 网友说,北京咋也天天着火呀,感觉太不正常了。 网友,九子里火运,以火开篇。 2月25日时时许,北京丰台区马家堡街道一处车棚突发大火,现场黑烟弥漫,直冲云霄,火势迅速蔓延。 目击者称,火灾疑因电动自行车充电引起,事发时黑烟滚滚,笼罩周围楼群,方圆10公里内清晰可见黑烟。 北京当局通报,今年2月以来,北京市共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28起。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事实真相,实际数量可能更多。 主要 stat约有电动自行车充电并使用电动自行车充电动自行车充电动自行车充电文到达赠 Pam生职 Star